韩剧当年风靡全亚洲的时候 一度被称为是造星梦工厂 如今很多当红的韩国一线男星女星 都曾经出演过很多经典韩剧 韩剧的制作如今已经非常成熟 导演对电视剧的每一道工序都把控得特别严格 从主角的妆容服装以及打光的角度 全部都精益求精 韩剧女主的服装多样又时尚 当年韩国女演员宋慧桥 在韩剧《浪漫满屋》里面 短短二十集的时间 却换了几十套不同的衣服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韩剧的打光更是堪比美颜滤镜 力求女主角的每一帧画面 都能够360度无死角 绝对不会存在国内电视剧的死亡角度和死亡打光 韩剧女主的人设更是好到爆棚 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天真清纯善良的小白兔人设 这种人设也让追剧的观众 对女演员产生了一种角色好感滤镜 无形之中放大了她们的美貌 在如此精良的包装之下 很多平平无奇的韩国女演员 在韩剧里面都能有着惊人的美貌 也洗脑了一批国内观众 以为她们本来就是清晨绝色的大美人 然而当这些韩剧女主来到中国出席活动或者拍戏时 面对堪称照妖镜的中国镜头 几乎各个都露线现了原形 和韩剧里面简直是天壤之别 1.来国内拍戏颜值露线的韩国女演员 1.宋慧桥 韩国女演员宋慧桥一直被称为韩流鼻祖 她应该是吃韩剧《绿镜红利》最早的女演员了 通过四部热播的韩剧 让宋慧桥一跃成为国内顶级女星 让宋慧桥走红的第一部电视剧《蓝色生死恋》 这个时候宋慧桥的五官远远还没有现在这般精致 身材更是五五分的五短身材 但韩剧非常能遮盖宋慧桥的自身缺点 她个子矮 就尽量不让宋慧桥全身出镜 正脸不够精致 就总是拍摄她绝美的侧脸 在喜剧《浪漫满屋》里面 韩剧把妆容发型发挥到了极致 这部剧里 宋慧桥前前后后换了几十套衣服 发型也是从黑长直到双马尾 再到卷发 各种造型应有尽有 无形中拔够了宋慧桥的颜值 在电视剧《那年冬天风在吹》里面 韩剧的打光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这部剧里面的所有镜头 都像开着美图秀秀一样 各种光韵 各种调色 让人已经看不清女主角脸上的毛孔 也让宋慧桥达到了自己的颜值巅峰 出演电视剧《太阳的后衣》时 宋慧桥其实已经老太尽险 但韩剧又靠着各种磨皮调色 以及精致的妆容 让宋慧桥颜值焕发第二春 让她再次红遍全亚洲 在四部韩剧滤镜的加持下 五短身材五官平平的宋慧桥 在很多国内观众心目中 却成为了仙气飘飘的大美女 然而当宋慧桥来到中国镜头下的时候 她的真实颜值就暴露无遗 更是仙气全无 在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 以及吴宇森的电影《太平伦》里面 宋慧桥连张子怡这种级别的美女都比不过 在古相绝佳气质清冷的张子怡面前 宋慧桥显得呆笨木呢 在戏外 宋慧桥面对张子怡时 更是输得一塌糊涂 张子怡几乎是360度无死角 随便拍都能很漂亮 而宋慧桥角度稍微不对 光线稍微不好 颜值就崩得厉害 和国内很多女明星一起走红坦时 宋慧桥的武短身材就更是暴露无遗 在人均一米七的国内女明星面前 宋慧桥不到一米六的身高 真的是相形见拙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不得不说 国人真的太追捧寒流了 宋慧桥这种颜值的女演员 都能被捧为仙女 要是换成国内女明星 可能连女配都演不上 二 孙亦珍因为和韩国男神悬宾恋爱结婚 让本来在中国并没有太高人气的 韩国女演员孙亦珍 如今在国内 也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一线韩星 孙亦珍和宋慧桥不同 她主要是以演电影为主 演的电视剧并不多 也就夏日香气 以及爱的迫降算大红 孙亦珍在韩国影视剧和中国影视剧里面 颜值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韩国电影《假如爱有天意》 以及《我脑海中的橡皮擦》里面 孙亦珍清纯地宛如出水芙蓉 甚至国内粉丝都称呼她为孙贤 然而孙亦珍来内地拍摄电影时 则完全没有了仙气 当年她在国产盒拍电影《坏蛋必须死》里面 演技夸张 五官也很普通 还不如电影里面的女配 孙亦珍在内地出席活动的时候 没有了韩氏打光 她整个人看起来又黑又老 脸也没有以前饱满 看起来脸颊非常松弛 当年网友看到这一组照片时都感叹 韩剧滤镜磨皮实在是太厉害了 更有网友表示 这完全就是两个人 韩国仙女孙亦珍 还曾经和神仙姐姐刘亦菲撞过山 当他们两人穿同一件裙子的时候 刘亦菲的脸比孙亦珍小了一圈 个子也更高 更迁细 颜值根本不是几个档次 三 全志贤 全志贤单纯从五官上来说 在韩国女演员里面都非常一般 她的五官几乎完全没有亮点 眼睛不大 鼻子不挺 嘴巴有时候还有一点歪 全志贤当年能够走红 完全靠电影角色滤镜 当年韩国电影 《我的野蛮女友》 女主角人设太好了 一改一往韩剧女主柔弱的形象 第一次尝试野蛮女友的人设 无形中给了很多人新鲜感 间接拔高了全志贤的美貌 在大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里面 当年看剧的时候 真的不觉得她的五官有多么漂亮 完全就是千颂一的人设太优秀了 换任何人眼都会红 如果国内真的要翻拍这部电视剧 范冰冰 迪丽热巴 都要比全志贤更适合这个角色 当年全志贤大红的时候 还曾经和李冰冰合作过一部电影 雪花于蜜善 然而无论是在电影里面 还是在电影外面 一向被认为大花颜值地板的李冰冰 都能轻轻松松咽压全志贤 四 宋志雅 前一段时间被国内热捧的韩国女星宋志雅 她更是用活生生的例子 证明了韩式滤镜有多么强大 没了韩国综艺的绝美打光 她甚至不如路人 素颜的宋志雅根本称不上美女 将她的颜值缺陷暴露无遗 双目无神 鼻孔外翻 整容痕迹强 嘴唇还外翻 这颜值放在国内 当网红都够呛 却能在韩国综艺里美若天仙 真的是太讽刺了 五 其他来自国内颜值翻车的韩国女明星 当年被称为少女时代门面的女团成员林允儿 在韩剧里面 一直都是清纯的女神形象 很多人都觉得 林允儿拥有初恋般的容颜 然而当林允儿来到内地拍摄电视剧的时候 在武神赵子龙里面 她还没有饰演丫鬟的孟子依漂亮 两人站在一起时差距太大了 凭借着韩剧《我的女孩》里面 周又林这个角色 让韩国女演员李多海成为了很多人的白月光 也把她的颜值神化了 然而当李多海来到内地拍摄电视剧时 也显得非常平庸普通 在电视《爱的魔方》里面 她还没有女配角 方安娜漂亮 凭借着韩剧 爱上女主播大红大紫的蔡林 她在韩剧里面是灵动娇俏的甜妹子 然而来到内地拍摄电视剧 情定爱秦海 摇门虎将 她就成了苦瓜脸 脸比王爷胡静大一半 二 来国内拍戏颜值依旧在线的韩国女演员 一直觉得韩国第一美人应该是李英爱 她年轻的时候有点神似林青霞 李英爱是真正的纯天然大美人 在韩剧《大长金》里面 即使她已经过了颜值巅峰 但依旧能咽压一片年轻女明星 李英爱来到国内出席活动时 完全无惧国内的高清视相机 和她在韩国时的样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邱慈炫作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韩国女明星代表 她甚至在中国电视剧里面更加惊艳 无论是新楚留乡 还是回家的诱惑里面 她都美得很有自己的特色 韩国女演员演国内的古装剧 往往都会水土不服 但朴志炎和张纳拉 却完全没有这个困扰 朴志炎在《宝莲灯》里面饰演的三圣母 美得倾国倾城 完全看不出是韩国人 张纳拉在《刁蛮公主》里面 又灵动又漂亮 咽压了剧里面一大批国内女明星 要不是张纳拉自己说出的招黑言论 她现在的地位肯定超级高 三 去韩国拍戏的中国女演员 个个惊为天人 韩国女演员来中国拍戏 几乎个个都颜值翻车 然而国内女演员去韩国演戏 或者出席活动时 却往往都惊为天人 当年凭借着色界 让汤维成为韩国最爱的中国女演员 她还被邀请去参加了韩国电影《晚秋》 这部电影里面 汤维文艺气质爆棚 简简单单的风衣 都被她穿得很漂亮 出席韩国颁奖礼时 刘丽的英语 更是让韩国人震惊 香港第一美人张伯芝 当年去韩国拍摄电影《白蓝》时 虽然全程都是素颜 但依旧难掩清澄之色 这部戏里面的张伯芝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都让无数韩国网友惊叹 当年刘亦菲拍摄的电影《千女幽魂》 在韩国上映时 也曾经一度引起轰动 当她去韩国穿着韩国服饰时 秒杀了绝大多数韩国女星 连当时在场的韩国男星 宋城县也为她沦陷 国民女神高媛媛 当年去参加韩国电影颁奖礼时 把一群韩国女演员 比得特别小家子气 高媛媛完美诠释了 中国女明星的大气端庄 红潭女王范冰冰 当年拍摄韩国电影《登陆之日》时 衣袭红色长裙亮相韩国红地毯 被韩国媒体捧为是天神下凡 她更是被韩国网友称为 拥有石破天惊的美貌